3 2 1 屏東縣長潘孟安將球集出 宣告屏東縣1060年度 國小樂樂棒球錦標賽正式開打 這場球賽共有87所國小 144隊超過2000位以上選手 參加3到6年級各組的賽事 參賽球隊眾多 展現屏東縣推廣普及化運動 樂樂棒球的成果 大家能盡量 然後爭取更好的成績 那今天的144隊的比賽 我相信這幾天的比賽 會為大家帶來更多 在互相分享 這個練習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績 所以在這邊 也特別來跟我們的同學共美 潘孟安表示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 和樂樂棒球委員會及棒球委員會 長期支持及推廣樂樂棒球運動 賽事已經進入第九屆 帶動校園樂樂棒球運動的風氣 加上樂樂棒球安全 有趣又容易上手 讓孩子能一元心中的棒球夢 快樂地奔驰在球場上 我喜歡打球 希望以後可以繼續打棒球 打上大靈魂 有體育課會去練球 禮拜三的時候會留下來 下課的時候也會練 因為我比較好動 然後我又喜歡動 所以可以跑去接球打擊之類的 然後可以 去看場上的狀況怎麼去適應 練習如果去應對隨時的狀況 為鼓勵校長能親自帶隊來參賽 以激勵士氣 凡由校長親自領軍的參賽學校 可獲贈球具一套 樂樂棒球錦標賽4月12日至4月14日 1.3天在聯絡運動公園舉行 幸福期待藉由樂樂棒球比賽 推廣這項著重趣味和安全的運動 進一步讓棒球運動向下砸根 評論新聞張榮毅惠德 為採訪報導